大家好,我是赵一帆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杭州亚运混合团体的第四轮 也是我出战的第三盘棋 面对的是中国队 那么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赛前的积分形势 赛前中国是前面三轮三连胜 包括赢了越南跟香港 两个最接近的对手 然后香港跟越南只输给中国 各拿4分,处于第二集团 再来就是台湾跟新加坡 我们在商银轮的时候激战成和 是积分13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马来西亚2分 然后相对比较不具独排希望的澳门跟泰国 也是在后面 因此我们是排第四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在对香港跟越南都碰过了 因此中国下抓的时候就抓到我们中华台北 好,那这边呢先传个 好,这个是第三轮的比赛结果 也就是上一轮的比赛结果 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赛场形式 好,那由于比赛的话呢 是应该是在赛前15分钟 这个交出对阵 然后马上公布 好,所以呢 我们虽然说知道是后手对中国队 也就是女生肯定是拿后手 好,但是呢 我们具体碰到哪一个中国队的对手呢 就直到赛前才知道 好,那在这个公布的时候呢 我后手是这个经过我们团队讨论的结果 好,然后这个隔阵一八段是拿先手 那彭隆安是后手 那这个公布之后呢 才知道自己碰到的是汪洋特级大师 好,那汪洋特级大师在这一次亚运 至少在赛前 后面好像也是,就是他是保持全胜的 好,可以说是状态非常的火烫 好,那这一盘棋就从这边开始 好,那我们团队呢 基本上是放得很开 因为呢 对中国队毕竟不是最关键的一场 好,因为双方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说如果是落败的话呢 是比较正常的结果 好,那么我们团队的战略呢 就是以强巧分为主 好,就是说能合一盘是一盘 就是说就比较不考虑到 队友的这个具体形势了 好,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包袱 当作是个人猜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汪洋特级大师 好,我们这边也稍微介绍一下一些花絮 好,像汪洋特级大师 我在2017年3C的宝宝杯的时候呢 这个碰到本人 好,然后也有这个在赛会大概10天左右的期间呢 跟他聊天聊的比较多 所以双方是彼此认识的 好,然后在亚运这个选手餐厅呢 碰到也会聊个几句 好,关心这个他的老师 柳大华老师的这个近况等等的 好,针对一些中国象棋的一些 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交换一下意见等等 好,但是在赛前的时候呢 好,这个汪洋特级大师坐在这个座位上啊 就仿佛这个老生路定 好,就是当做是完全不认识我一样 好,简单来说就是说在心态上面已经武装起来了 然后是要跟这个对手做战斗的 好,那另外一边比较特殊的风景的话 好,或者说跟我们这边对比比较这个有趣的是这个 葛正一八段 好,跟赵欣欣两个聊得很开心 好,赛前这个闲话家场 好,等于是双方在赛前的 这种气氛是有点不太相同的 好,那我们介绍完这些背景跟闲话以后 我们就来看看这盘棋 好,那汪洋选择的是过攻炮 好,意图呢这个打闪手 好,或者说避开这个对手的一些熟悉的套路 好,因为双方呢在这种遭遇战当中 尤其以汪洋的立场来说 他可能对我不是特别的熟悉 好,就会避免一些这个套路 好,那么我选择的是跳马 好,这边 现在这个应对上面呢 最流行的几个走法呢 主要就是架中炮 来应对过攻炮 或者是如果是要走接近闪手 但是闪手中有一些套路的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挺七足 好,那这个跳马跟挺七足呢 有一部分会是变化上面会是重叠的 好,但是有一部分就不会 好,那我们来看看实战 好,那我选择的是跳马 然后红方跳马以后呢 黑方 当然这边也可以考虑挺足还原 好,那黑方出狙 好,那如果红方 红方在这边的几个变化 好,这个最初的话呢 可能直觉就是出直居 好,但是出直居的话呢 黑方有这个浸泡风居 好,那红方点兵以后呢 黑方这边可以泡八平七 好,那这样子下的话呢 由于松居这个过早碰面 好,容易对居 好,那局势就比较容易简化 而且经过未来的发展来说呢 好,这一路变化呢 也是黑方这个不落下风 好,那红方呢 也找不出特别复杂的变化去考验红方的 好,考验黑方的 好,所以呢 这个变化呢 渐渐比较少 出现在实战 好,高手的实战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盘面的话呢 红方大部分都会选择缓开局 好,那么呢 就是选择要点三兵缓开局 还是点七兵缓开局 好,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那么如果黑方 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点足的话呢 等于说是定型说 红方如果是要缓开局 他就只能点七兵 好,就走不到三兵缓开局 好,但是 黑方所要去准备 或者所要承受的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红方 他有可能会出紫缓 以后呢 红方的G呢 就是可以抢先抬起 好,比如说G二进四 或者是G二进六 就形成了 好,这个 挺七组的 好,比较独特的一个变化 好,那这个变化呢 就变成说你跳马的话呢 不一定下得到的 好,那么我们实战呢 那就是走成了这个 在这边呢 让汪洋来选择的时候呢 他就选择了三兵缓开局 好,那么七组的这个变化呢 就不会重叠了 好,那这边呢 那我选择的是点三组 好,这边呢 主流的变化呢 也不一定是点三组 好,就是呢 很多的高手他是习惯走三不虎 好,那以下呢 如果跳马以后 黑方在点三组 好,或者是红方如果说 飞个向什么的 那黑方呢 可能在这个 飞向或是点足 好,就是说 这边呢 先用三不虎的方式呢 把这个G亮出来 好,那这个呢 是流行变化之一 好,那么 好,我所赛前的 所准备的 好,如果红方点三兵的话呢 我就是不是走三不虎了 好,因为这个变化呢 肯定汪洋是非常的熟练 好,那因此呢 我选择的就是点足 也就是说 让红方呢 他可以自由的选择 他要不要出直局 好,当然呢 以我的立场 就变成说 红方出直局 肯定是我所准备的 好,那 这个双方在这边勾心斗角 好,因此呢 汪洋在这边思索了一下 好,也就是说 再抓一下心态 评估一下对方 是不是在哪一度变化 会比较不熟练 好,因此呢 他这边呢 刻意呢 走向比较冷门的 好,先飞一手下 好,那么呢 我这边还是不走三不虎 好,我这边呢 就走成屏风嘛 然后红方呢 还是不出直局 好,那红方呢 就抬横拘 走成这样的一个牌面呢 确实就比较脱离了我所赛前准备的 这个 或者说比较脱离了我的一些布局姿势 好,那双方呢 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战斗 好,这边呢 红方抬横拘了以后呢 未来可能就是有一个拘一平七的这个路线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好,那当然呢 他也未必是一定要拘一平七 他也可能是拘一平四 好,只是说这样的横拘开出来的话呢 会比较迂回一点 好,另外红方飞了左向之后呢 红方的左马就等于是一个保持激动 不立刻表态的走法 好,因为红方呢 他未来有可能是跳拐脚马或是跳鞭马 好,让这个七路向飞开了以后呢 这个七路线还是有可能 好,要嘛就是九路鞠 要嘛就是一路鞠呢 从这边打通 好,从黑方的三路线去打通 好,所以双方在这边呢 就是保持了一个 互相窥探的一个形式 好,那这边我所考虑的 这个直觉呢 本来是想跳外马 好,跳外马推动简化 好,同时呢 让黑方三路线呢 比较没有负担 好,但是呢 我想红方呢 可能这边就 他就会有个 側一平八的手段 来相应这个 黑方的这个 外马腰盾 好,那降下的话呢 我觉得不一定便宜 好,所以说 当时没有降下 好,当然 赛后来看的话呢 外马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我想要让红方的G呢 去定位了之后呢 我再走出马三进二 好,因此呢 我这边走了一手 好,有等 有一定这个 停着意义的点编组 好,那点编组的话呢 就是如果红方呢 他未来是跳编马的话 那我这手棋的效率 肯定是已经发挥了 好,那么呢 另外就是将来黑方呢 好,在对峙当中呢 由于这个组已经先点 好,所以黑方呢 也有可能 在行军布阵上面呢 多了一个主邻居的这个可能性 好,来让自己的阵型呢 比较稳固 好,那么 我等了一手以后呢 红方这个时候 就表态叫做G平7 好,表明呢 要从这边杀出来 好,那此时呢 我再走马三金二 好,如果红方G7平8 这个时候再走的话呢 我心情上肯定是比较好一点 好,就是感觉呢 让红方多浪费了一手 那我多点了一个编组 好,那实战呢 红方 汪洋呢 走得比较机敏 好,他走的是平炮 那从他的战略上来说呢 第一个他避免简化 因为怕避免这个希望 避免呢 说如果过于简化的话呢 他可能赢不到起 好,那在复杂当中呢 制造对方犯错的机会 然后第二个呢 他避开了以后呢 也针对了我 点了这个编组的差异呢 就是说 这个冰羹组呢 缩短了一步了以后呢 这个编炮呢 未来就有点编冰 威胁这个编区的这个旗 好,还是双方的这个局势呢 还是比较紧绷的 那到这边呢 虽然我没有查阅过资料库 但是呢 我想蛮肯定的就是说 这个盘面呢 几乎 要嘛就是从来没有人走过 要嘛就是这种对局的盘面呢 一定是相当少的 好,所以双方呢 在短短的这个7个回合呢 就已经可以说是进入托普的状态 那大家就是要在临场的时候 凭着自己对这个棋翼的了解 好,来下这一盘棋 就是说已经没有 几乎没有这个 既有的脉络可以依循了 好,那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 好,因为红方呢 还是有个点7兵要杀出来的棋 所以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POWER平三 射住这个正角 好,那另外一手可以考虑的 好,那在我们后来赛后复盘的时候呢 那个汪洋特级大师呢 也很认真的去解拆 好,那有些是他临场所看的 好,有些呢 也是他反复的 在咀嚼这个局势的时候呢 所... 研讨的 好,的部分 好,那后来呢 他有指出了这一手棋 好,那这一手棋呢 也是一手好棋 好,或者说这一手棋呢 可能更精准一些 好,那这一手棋 他的目的呢 就是也是 去限制住红方明继进一 好,因为红方如果点兵的话呢 黑方这边刚好可以打兵 好,那打完兵呢 要由于这个炮是 这个有跟的 好,所以不怕红方的闪击 好,反而这边先手呢 打到这个局 好,那这个红方的炮要平开来的话呢 好,那黑方呢 先捞了一个编组比较实惠 好,未来再考虑要不要把他对掉 好,而且这个红方这个炮呢 也不太好定位 好,所以说 黑方这个进炮呢 有一定程度的呢 去抑制住红方想要开局的计划 好,而且呢 这个左右呢 又形成了一个呼引 好,随时可以去马踩兵 或是炮打兵 所以黑方来说呢 都是还看起来 形式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样态 好,那么我们看实战 好,那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炮的平衫 好,也属于可行之早 好,乌可厚非 好,那么红方呢 这边点兵 那黑方呢 这边 好,点完兵了以后呢 红方下一手棋 有可能会散出来抓马 好,因此呢 把这个兵竹的问题呢 留给黑方 好,所以黑方呢 就预先去保护这个马 好,那这样子下的话呢 就保持着 希望等一下可以 这个在这边呢 冰竹的碰撞当中呢 可以占个先机 好,那么 红方呢 实战是 浸炮打足 好,这一走琴呢 也是有点强迫黑方的意味 因为等一下它或许可以考虑炮打足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炮呢 已经把黑方的和界给封锁住 好,那么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 希望在这边 在这个三路线呢 加强这个自己的防御攻势 好,所以呢 黑方我当时选择的是炮巴特一 好,那另外一路 另外一个思路呢 延续前面的这个手段 黑方呢 这边还是可以考虑 浸炮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马呢 等一下可以支援它去踩边兵 好,那踩完边兵以后呢 尽量把这个居量出来 避免未来呢 可能居马受牵制 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这个方向 好,那么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炮巴退一 好,准备呢 吊过来 好,那么红方呢 跳马 好,然后黑方呢 平炮 好,当时汪洋特大在复盘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构思呢 可能花的效率比较 就是花的步数比较多 可能效率是比较低的 好,但是从这个后面的解拆来看呢 其实也是还可行的 好,因此呢 双方在前面的进行呢 没有出什么大漏 好,双方这边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 好,那么红方呢 G7平8 好,这边来说 对红方来说呢 这个兵足的得失呢 对红方来说相对就比较小 好,但是呢 黑方这个居马被牵制住呢 有一定程度是不太舒服的 好,因为黑方如果是 透过比较简单的方式去 把这个居给对掉的话呢 好,由于红方的这边的子力较多 好,那黑方剩下的G呢 是在左翼 好,那么在右翼呢 就会形成一个空门 好,那压力就会比较大 好,所以说红方这个G7平8呢 等于说持续的给黑方施压 好,那我这边呢 先把持的再讲 好,那红方这边选择不是 好,当时我感觉比较害怕的是 他直接走马三进四 好,因为这个马三进四这个点位呢 他未来马四进六了以后呢 扣住这个炮 感觉是比较不舒服 好,那实战呢 他是选择先 先以一代劳的一手 好,那这边呢 来到这边的话呢 按照刚刚所分析的 好,那黑方其实就面临了一个 比较关键的考验 好,那这个盘面呢 由于我没有处理好 好,所以后面呢 就走得更为辛苦一点 好,那实战呢 我走的是台狙 台狙的目的呢 就是避免将来是马俄退一的 然后再一路退回来的方式去对居 好,那保留将来有可能 是马俄退四来对居的一个形态 好,但是这个棋呢 具体来说 就确实是效率不高了 好,那这边呢 有一个关键的手段 好,我在这个盘面呢 从现在开始的大概一到三步 都没有把这个手段发掘 好,或者把它走出来 好,如果走出来的话呢 其实形势呢 相当不错 好,就是说呢 还是保佑跟红方纠缠的空间 好,那这个棋呢 关键就是说 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狙马授牵的问题 好,再具体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黑马要怎么去 让它伸根 好,去保护 好,因为黑方这个棋呢 没办法透过车霸进士 抬起来去保护这个马 好,由于红方的炮已经把我们封锁住 那黑方这个马走开的话 黑狙有负担 好,因此呢 要去帮它找根 好,那这两个炮呢 好,由于跟马是在同一侧 好,没办法从另外一侧去给它伸根 好,所以呢 看来看去 好,如果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推理的话 黑方呢 必须要仰赖这只马 给这只马伸根 好,如果是透过这样的推理的话 就比较容易可以找出正着 好,那么这个关键的一手棋呢 就是 马七退伍 好,那马七退伍这一手棋呢 可以说是画腐朽为神棋 好,把这个 窩心马 好,把这个窩心马呢 好,转进 好,从左边呢 转到右边来 好,下一手棋呢 马五进尸以后呢 立刻这个 黑方的形式就变得比较生动起来 好,未来有打狙 好,等等 以及呢,这个马呢 还可以帮黑方的这个三路组能 这个加强生根 好,所以说呢 如果当初能够看到这一手棋的话 好,这个局势呢 就相当的不错 好,甚至在后面呢 都还有机会走得到 好,那实战呢 走了一个居二进二呢 就 比较没有效率了 好,那红方呢 实战是 马三进尸再铺出来 好,那这边呢 我走的是 前炮平四 好,打马 好,其实上一手前面 看到退窩心马 好,现在如果再走窩心马呢 也是 相对来说还来得及的 好,只是说呢 前面都没走出来的 现在要走呢 从感觉上来说 可能更不容易发现 好,因为红方这个马呢 已经盯住这个 黑方的宗族 好,但是呢 如果现在还 还能够走的话呢 还是属于正着的 好,那实战呢 我是前炮平四 好,那这边呢 应该算是 红方如果走得比较精准的话 黑方马上就 比较危险了 好,那实战红方是 顺手先 这个 躲开 好,不要让这个马被瞄 好,实际上呢 好,在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整体大局观来说的话 黑方狙马受牵是一个大问题 好,因此呢 红方这个比较厉害的是 车九平八 好,立刻把黑方呢 这个狙马去定型 好,那黑 其实黑方这个炮打马呢 是 比较虚弱的 好,因为黑方炮打完了这只马以后呢 被困在里面 好,吃完这只马 还不一定能够逃得出来 好,所以红方呢 车九平八以后呢 把这边 强行给这个 盯住了以后呢 黑方这个马器 退伍已经来不及下得到了 好,因为红方等一下就要去吃马 吃完马了以后呢 这个拐脚马跟他交换是没有关系的 好,因为交换完 黑炮位置不行 好,所以红方呢 如果是狙九平八的话 形式会对黑方来说更为雪张加霜 好,那么实战呢 红方炮六平九 等于是给黑方最后一次机会 好,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如果在走马七退伍 还是在走马七退伍 好,就是说 黑方呢 有三手起的机会呢 可以走马七退伍 好,马五进士 这样一个行军路线的话呢 好,黑方呢 都还可以这个 纠缠与抗衡 好,那么实战呢 我始终没有看到这一手 好,那黑方呢 我选择的是不是 好,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狙九平八 好,那此时的局势呢 在一个回合之后呢 可以说是一落前掌 好,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这个 狙马受牵的状态呢 是比较严重的 好,那么 黑方呢 我这边 炮三平二 准备贯彻我原来的想法 去做对狙 好,但是因为形式判断有误 降下呢 是属于干窥的下法 好,所以后面呢 就基本上是处于败四了 好,那红方呢 前狙平七 黑方 马二退四 红方车八进七 黑方马二退二 红方G七进三 好,这种干窥的棋呢 在面对职业棋手的话呢 基本上是很难 基本上是属于九死一生的 好,因为这样的盘面呢 已经这个 把局势的弄得比较清晰了 好,那么 红方除了多一个兵以外呢 把黑方的过合组给消灭 好,然后呢 黑方这边呢 右翼已经没有G了 好,还是承受到一个 比较大的空门压力 然后红方的这个盘盒马呢 位置比较高 好,随时呢 还可以再吃一个兵 或是未来有马斯金六进攻的机会 好,所以说这个 光从大指的位置来说呢 红方的位置呢 比黑方更靠前 好,黑方就已经基本不利 好,那么在物质潜质上面 红方多了一个兵 好,以后呢 还有可能会再多一个兵 好,所以就物质跟位置呢 红方都有一定 甚至可以说是碾压性的优势 好,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 黑方呢,阵型上还算公稳 好,但是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属于不行了 好,那黑方一下 赤炮简化 然后黑方呢抬去抓 好,那红方实战选择点兵保护 好,这个是相对稳健的 如果要下的更凶呢 也可以考虑陈炮 好,那这边呢 因为如果在吃足的话呢 我担心失血过多 所以黑方呢就先把他顶住再说 好,这边呢还是很估计 红方这个陈炮 好,但是呢 红方感觉是不赶时间 所以他没有乘炮 好,就跳马 好,那么黑方呢 好,我实战就不给他乘炮 然后红方这边是走 好,局7平8 闪开 好,闪开以后 等一下会有一个马7进8打局 好,持续推进的棋 好,因此呢 黑方呢 好,我再调过来抓马 好,那么实战呢 红方马7进8 好,那么实战呢 这种棋呢 是在优势下呢 相对比较松一点的棋 好,但是呢 这个棋基本上还是处于优势 好,那比较精准的走法呢 是马7进5这个路件 好,在棋子的位置上面来说呢 比较不会被利用到 好,下一手又可以考虑马4进3 好,那这边又咬到G 好,那马7进8呢 有一点问题 好,但是呢 实战呢 对黑方来说 也是比较高难度的走法 好,那我临场呢 没有走队 好,如果走队 好,走得很精准的话呢 或许还有这个完抗的机会 好,那当时我选择的是 平炮打G 好,那这样子交换完了呢 就直接就是把这个局势呢 推向了 毫无这个还手之力的这个败市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变化 好,那黑方呢 在这边的时候呢 虽然被打了 好,那黑方呢 此时应该是要退G 好,虽然被打了一下就逃 但是呢 他逃了以后呢 这边由于鸿帮G马是同线 所以下一手棋呢 有一个G3平2掉注 反而形成了一个先手 好,那以下黑方如果 好,红方如果 好,马八进六 好,那黑方呢 这边就可以去抓马 好,那红方呢 退马 好,那黑方呢 这边再一挤 好,那这样子挤的话呢 暂时把红方的这个形式给挤住 好,那红方呢 此时可以走的是炮九进一 好,那还是保持着这个 对黑方的一个压制状态 好,但是这边呢 红方有一个有可能犯错误的一个情况 好,就是红方呢 如果说急于去吃这个冰 好,那么红方这个G马炮冰的位置呢 有一些问题 好,那黑方呢 这里 好,他可以 一个是炮一进二打马 好,另外一个变化呢 是他也可以呢 直接就打冰 制造一个先气候取 好,那我们从基本构式来看 就直接打冰 好,这个变化 好,那红方呢 把炮吃了以后呢 黑方这边有个炮四平一 好,就形成先气候取 也等于说把红方的这个冰冰给收掉了 好,那以下红方如果是炮九平八的话 那黑方自然就把它吃掉 好,那这个鞋还守得住 好,问题还不太大 那红方呢 如果是G九平八的话 那黑方G三平一 好,也是把炮吃掉 好,那红方如果这边有一个闪击 然后G要抓马 好,但是由于呢 红方这边有个空门 好,所以黑方呢 这边可以先手一逃了以后 再飞个下 好,所以呢 也是属于不会掉指的状态 好,那在刚刚我们所摆的这个变化呢 你黑方如果说你不打冰 好,先走一个炮一进二 好,是 只是算是做一个过门 好,过门交换把这个马给打退了以后呢 再打冰 好,那么它在这边的结构 的这个先气候取呢 我们的构思还是存在着的 好,那如果是降下的话呢 黑方取得了一个基本军事的状态 也就是说 红方如果马斯晋三踩下去的话呢 就是踏入了这个黑方的陷阱 好,那黑方呢 反而就可以实力逃生 好,但是呢 这个形式呢 还是要等 还是要在这个 这个盘面呢 黑方要先把这个G三推三走出来再说 好,那么实战呢 我选择的是对打G 好,那对打G呢 是属于乱性自杀 好,因为虽然呢 双方少了主力G 好,这个不会那么快就 这个王就被抓 好,但是呢 红方因为双马灵活 好,然后呢 这个有一支兵 好,然后这支兵呢 也即将收入囊中 好,所以说这个起呢 红方多双兵,位置好 好,那黑方的也 这个毫无机会 好,那后面呢 那就是略进人士 好,那后面就稍微交代一下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职业起手呢 在控盘的时候呢 控的这个异常的老链 好,这个往往是这个高手 以及这个差一两个档次的这个起手呢 所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好,就是在控盘 也就是说在优势的时候拿得下来 好,那劣势的时候逃得掉 好,这个是实力较高的人 可以体现出来的一个表现 好,那这边呢 虽然很努力的这个黑方 虽然我在临场呢 很努力的去 想要找寻这个抵抗的机会 好,但是呢 黑方这个 手段有限 好,那红方呢 也没有给黑方这个机会 好,所以我们就是 好,后面的起稍微摆一下 主要是红方这样一支一支的吃 好,那黑方这个马炮 因为太靠在后面了 好,所以呢,没办法巩固自己的足 好 好,那红方呢 在这边不及不许 好,那走到这边呢 红方马二退市了以后呢 将来有马赤金山跳江 或者说先把这个马给关住了 好,那这个两个边兵呢 都可以耗枕影霞的冲过来 好,因此走到这边 我就偷着任父了 好,那另外 这个两排呢 隔阵一八段 他在先手对赵星星的那一排呢 其实是很有机会合棋的 好,甚至呢 他在临场其实他也有看到 好,应该是说 他放弃了这个合棋的机会 好,还想去稍微搏杀一下 好,为这个团队看看是不是能够抢分 那彭柔安呢 也是在这个基本核定的情况下 好,可能是在这个时间压力下 错失了一手比较简化成何的棋 好,所以呢 在这个其他两台呢 是在比较接近的形式下输了 好,那我这一盘棋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